阿罗哈 这里是军文局 中国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 坦克总数甚至接近6000辆 但是这6000辆坦克当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 是设计老旧的五九家族 这种坦克量产于1959年 设计仿造在苏联的T54型中型坦克 直到现在还没有退役完毕 而最新的99A坦克 也因为价格原因产量非常小 不能满足解放军的需求 作为解放军陆军性能最好的主战坦克 99A的性能可以说是位于世界前列 99A的成功除了和科研人员的坚持不屑外 还有一点就是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就拿大家常常忽略的行走系统来说吧 99A采用了高性能发动机 业力机械变速箱和液压业力双流转向系统 关键还配备了业力刹车系统 在99A诞生之前 能达到这样标准的坦克 只有两种 德国的鲍尔A16和法国的勒克莱尔 美国M1A2坦克加速度没得说 但它没有液压刹车系统 导致停下来 鲍尔还飞劲 韩国K1坦克没有液力液压转向 日本90发动机太烂 也只有豪佩能做到启动快 转文文 刹车快 俗话说 金屋足痴 人无完人 99A在拥有这么多优点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一点就是 99A的火力潜力不大 虽说咱们的三七穿甲弹 都可以穿一米厚的均值钢装甲 但咱们99A采用的 可是跟T72一样的 转盘式自动装弹机 由于模具的限制 导致弹心的长度被严格限制 太长装弹机用不了 太短穿甲性能受到影响 穿甲弹这个东西 追求的不是短粗 而是长细 长径比越大 命中目标后 在同样面积下 施加的压力就越大 穿头型越好 板支就只能听动静了 另外我国在 顿杆弹药领域 与西方差距明显 大家都知道 坦克飞炮塔 是因为弹药训爆 而顿杆弹药 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目前我国在坦克 顿杆弹药领域 还处于初级阶段 套用文献的话 就是不尽人意 虽然可以通过 斜压版和自动灭火 异暴系统 来使训爆的概率 大幅度降低 但前者 中东土豪们 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该飞炮塔的时候 照样飞 后者不多说了 请各位暂停 看个截图吧 当然这些问题 都是小缺点 虽说这些 不都是99A坦克的锅 和其他武器一样 坦克也反映了 一个国家 在一些领域的成就 我们在为99A 优异的性能 大叔特殊的同时 也不要忽视这些缺点 只有这样 我们的武器装备 才会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先进 订阅或关注军事编辑部 与我们聊言互动 每周定时放送 精心制作的军事内容 还有活动和礼品哦